来临的沙拉越选举 349名候选人 角逐82个席位 堪称沙拉越史上最激烈选举 不过沙巴大学副教授李国宗认为 这次的选举依然是几个政党的天下 但是我很相信沙拉越这时候 也是会像沙巴这样 大部分人可能90%会loss他们的deposit 抱歉啊 我觉得我有把握 说90%会loss他们的deposit 因为我觉得沙拉越这次 虽然这么多党进去打 但是GPS火箭跟什么PSB 他们这三个有的打啦 我自己我本身自己也有对PCM有点喜欢 但是我也怕PCS什么PSB 它像去年沙巴PCS 你知道去年沙巴PCS 我还没有选择之前 一大堆人说他这块PCS PCS是新的党 是未来的什么 这次会比那个什么瓦里桑厉害什么什么 但是突然间成绩出来 PCS打70个sit拿到G-down 我觉得他会拿到一点sit 但是因为我们看到他的选举比下 他的选举对谁比 我觉得有一点这样讲 他的对方都是很厉害的 虽然温宋库我们讲在西部那个什么 宋库是在那边这么久了 但是可能 我觉得那个Robert Lau 他也从2014年开始做 他的ground assessment 他已经下去做他的什么ground work了 因为那时候他觉得 2016年会做candidate 那个Michael Tiang也是 在什么叫Palawan Michael Tiang也是 但是本来2016年也是做candidate 突然间那时候我们有叫做什么 叫BN Direct Candidate 2016年我们有13个BN Direct Candidate 但是这次没有 他们也做了他们的 只要讲ground assessment 他们也做了他们的研究 去走了 我觉得多多少少 那边的人民 那边的投票者会考虑到 可能这次会给他们